今天的MC话题是 我没看 就是 有没有自己把自己逗笑的那种行为 自己把自己 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笑的时候 有吗各位 大家有遇到从我开始了 从一开始吧 略姐 我就是上一次排练 就是排十字院的时候 其实我跳了一半 然后自己站在后面一直笑 然后就像看一个傻子一样看我 因为我就是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唱了好多分词 就是三个站位的分词 好像都被我唱了 就是我跳了三个站位 但是我自己不记得 我跳的到底是谁 你考了太多站位了 只要你不记得站位的时候 你就出来 对 我就出来分词了 这种感觉 学会啊 对吧 哇 那我这个站位 从头到尾都不记得 你就在小园台搜了 我有一次特别尴尬 怎么 就是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 不是就让缺人吗 然后老师都说 你眼光放机灵一点 你看要是那位置人不在 你就站出去 去找分词 对 稀有的稀有 那时候特别确认 老师还跟我说 哎呀 你看中间没人 你就往中间站 我想还有这等好事 打我来了 所以这样就算了 我那个词还记不住 然后呢 然后你干了啥 然后我那天就 我不知道我眼神不好 还是脑子不好 还是太渴望这个西味了 我那天就总觉得 好像没人唱那句词 我就一个人站在这 在疯狂的solo 然后我一次才发现 人家两个人在这边 唱得好好的 然后一个镜头也没有我呢 你自己 你看我想到那次才好笑呢 那个时候不是我像神奇啊吗 我们不是围着看吗 我就看到前面一个张仪 我像神奇 后面一个严谨 我像神奇 就两个人 就是那个雪之国 那个我像神奇 然后他俩都以为没人唱 然后他俩都站在一起 落成落唱那些 那姻缘是谁的呀 姻缘 姻缘可能是张希的吧 大家挺好笑的 对 你们好听到 我啊 我其实没有耶 我觉得自己挺正常 没有什么好笑的事 没有错 我也一直觉得的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 活得就很精明 也是 就活得很憨厚了 没有什么好笑的事 没有是朝的 对 就还好了 我就有一点 订阅把我搞笑的事情 哪个 你记不记得我们去玩那个 它不算密室吧 它算叫什么沉浸式剧场 就是会有很多NBC 你不会让我说那个吧 对 没有错 就是 就是真的很好笑 我们玩的那一个就是大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不能让别人发现你做了什么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别人就会知道你是 你是我的敌人还是队友 他就可能会把你干掉 然后静音乐当时有一个道具 它有个手电筒 对 当时游戏刚开始五分钟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谁 全世界都知道他在用手电筒 然后我们不是两两组队的吗 就是我跟静音乐是队友你知道吗 全世界都知道静音乐在用手电筒 只有我不知道 只有他的队友我不知道 我们俩最后才相认 他知道对互相是队友 而且是怎么相认的 而且是怎么相认的 是我在那边 我就是路过静音乐的时候 听到静音乐说 我的队友怎么还 我的队友是谁怎么还没有来找我 然后就想 不会吧 然后就发现真的是 真的很傻 你知道吗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因为我们玩的那个 那个是 它是一个民国时期的主题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日本的军官 日本的将军 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算命先生 他会告诉你 你该干什么 但是他又有可能会骗你 他就忽悠静音乐 买了一把 一把坏掉的锁头 静音乐就买了 他以为会在关键的时候救他一命 然后在最后我们所有人坐 就是围成一个圆桌坐着的时候 那个日本的那个大将军就走了进来 这个时候静音乐一排桌子 将军 然后他特别有自信 超自信 将军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 而且我的戏真的很足 我觉得 因为我知道我要死了 因为我手电脑 我超自信 他的自信感染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卢天慧 敲死你敲死你 然后就是 当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静音乐在干什么的时候 然后卢天慧也一排桌子 将军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真的很绝 然后后来将军说 你们俩死的时候会多补两枪的 就这个样子 那你俩怎么想会 我什么 想不起来 什么想不起来啊 想不起来啊 我这话题是什么来着 你们有什么觉得自己好笑的时候 我 我 我人 平时活得很正经啊 没有 这个人在抄袭我的MC发言 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笑的时候吗 没有 因为刚刚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所以不知道自己和他说了重复的话 什么啊 没有很可笑啊 我们的生活 我很可笑吗 在这话题是自己把自己笑到 对 我没有自己把自己笑到的时候 我只有自己把别人笑到的时候 对 对 你对什么对啊 也确实是 就是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笑 只是觉得别人很可笑的时候 对 那么 有秒呢 你肯定经常被自己可笑到吧 没有 我平时是个很谨慎的人 但是呢 就是这次因为我拔尺尺的原因 然后呢 就是我去拔之前 然后所有人都跟我说 拔尺尺可疼了 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说没事不可能的 不可能 然后就去了 然后五分钟呢 我就拔完了 我就出来 然后就跟大家说 我说我拔完了 老快乐 然后呢 我往回走的时候 我还给我妈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那时候麻药劲还没削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 麻药劲削了 我整个这边就开始疼 疼到不行 但是我又答应他们了 晚上我要直播 所以我就直播了 我就去买了两个冰淇淋 一个放这儿敷着 然后一个吃着 然后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画面 然后呢 你知道你有多损呢 我那些刻薄粉丝 有多损呢 然后呢 他进直播间看到我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说 你打电话呢 有没有 还不能笑开的样子 对 然后你打电话呢 我说 对啊 我大哥大爷没看出来 然后就把自己动笑 说实话 你现在这个憋笑 就是又想哭小笑 而且眉毛还一片 好了好了 下一位 你在化妆的时候跟我说话 我真的听了五遍 我说啊什么 我接下来跟他说了一句话 说了五遍 他没听清 他说你说什么 我说行了 我不说了 你吧 我就是 我就是我有一次 直播的时候 打王者荣耀 然后呢 我前面一局 我就碰到一个钟馗 差不多那一局 拿了大概十几杀吧 我就想说 原来钟馗是一个 这么厉害的英雄 然后我就说 好 那我下一局 我试一下钟馗 也厉害一把 展现一下 然后下一局 我就被人家拿了0-9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无语 就是我平时知道自己菜 但是我从来不会再 你又换英雄了 我的天 纳可露露还没玩手呢 但是我不会再 就是直播的时候说 就直播的时候要维持 自己的自尊心 我就说我不菜 我在峡谷里 那一次我真的被自己菜脑了 我在峡谷里 混迹这么多年 最恨这种菜而不自知的人 干什么 但是我隔几天就会问他一下 我说雨姿那个牌位打上去了吗 还在那个黄金吗 他说对我还在 对还在黄金 然后我说你那英雄玩好了吗 他说不好意思 我又换了个新英雄 哎 这样就让我展现一下我的魅力 你要带我 我带你啊 我王者25颗星 那你还得开箱后代我 开箱后代你 我们炉天贵是法师 炉天贵 我给你讲明天就王者 行 我期待你超过我的这一天 你呢 到我了 就是我有一件特别 记忆深刻又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有一次我在家里面和我姐姐 可能有点不开心 然后是处于 我当时是处于一个特别气氛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的脑子反复告诉我 转身走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走到房间里之后 看着一个袋子 我脑子反复说踢他 然后我就踢了 就特别生气 带着情绪踢 完了之后 那个袋子勾在了我的脚上 我很生气 脑子反不说再踢一下 然后我踢了一下 然后那个袋子 唐 你扣到你头上 对 然后我当时真的很尴尬 就是 是蛮尴尬的 然后我就觉得 就觉得还好没有人看见 然后我取下来 转身那一瞬间 就看到我姐姐在我背后 然后就后面就 就大家就乐呵的 又继续出去过年了 因为当时是过年的时候 就很 不是 什么 我觉得张希这不是好笑 张希这有点不太正常 这个人 很奇怪 话也说不连千 这个人 我嘴上长了个溃疑 我们苏说很奇怪 经常就是 我很想嘴笑 我觉得你们俩很适合 我不敢唱这个 这个人对我太不友好了 太不友好了 反正当时就很尴尬了 你怎么 你们俩很尴尬 请你们站在一起 快点说两句话 可是我刚才很勉强的在说话 然后现在我觉得 我不应该邀一字句 邀一字句 有一年撑完那个小品 就是说不能笑开 怕崩开那个 然后笑着呢 是有点这种感觉 我记得是那个 对对对对 你别对我之后跟过 那个 好了 好了 说完了 说完了 捷个尾巴 寿星 寿星 寿星捷个尾 寿星 希望大家都能快乐 散发快乐 每天散发开心的光芒 每天开开心心 像过生日一样开开心心 好了 星星上 接下来的歌曲吧 耶 谢谢